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Donald 今集我們終於來到福岡 究竟這裡有什麼好吃, 有什麼好買呢? 我們一連三集就會介紹給大家知道 來到福岡有什麼要留意 有什麼買完回到香港, 用起來就變成伏 想知道的話就記得看完影片 我們下機的當日, 遊客就不算太多 計算等行李的時間, 大概都是30分鐘 而由機場出去福岡市區, 其實有三種方法 三種方法出到市區的時間都差不多 和基本上你都是用這個出口去出 而我們出去的時間, 就選擇了搭地鐵 如果你們同樣都是想搭地鐵的話 就要由國際線的機場, 搭免費接駁巴士 去到他們國內線的機場那邊 才可以搭到他們的地鐵 如果麻煩要轉來轉去的話 你都可以搭的士 或者搭他們的機場巴士出到市區 那無論你是搭接駁巴士, 再轉地鐵 或者是搭機場巴士 那個巴士站其實都是在附近的 如果想搭接駁巴士, 再轉地鐵的話 有一件事你們一定要留意的 就是等巴士的時間 如果你是去博多站的附近 而同時機場巴士和免費接駁巴士 同時間不用等 我建議大家都是坐機場巴士出到市區 因為免費接駁巴士 它是會等到差不多整架車滿了才開車 而它的車程大概都差不多要18分鐘 當然如果嫌麻煩的話 其實都可以搭的士出去 因為由福岡機場搭到市區 的士的價錢其實都不算太貴 說回這架接駁巴士 老實說, 路程不算太遠 但是因為牽涉到要出入禁區的關係 那車到了的時間 又會停在閘道等閘開 再開車 只是等開閘和閘閘都浪費了很多時間 所以真的要搭地鐵的話 你們都要想清楚 究竟這些時間值不值得浪費 那搭了差不多18分鐘 就到他們的國內線機場 如果各位網友和我們都一樣 不知道地鐵站在哪 其實要知道一點都不困難 只要跟著人一起走 很快便會看到地鐵站 那這個地鐵站和其他的最大分別 就是你上落到有扶手電梯可以讓你搭 即是說, 就算你回香港 選擇坐地鐵去機場的話 你也不用捧著兩個行李箱上樓梯 那麼辛苦 其實搭地鐵有沒有什麼優點可以說呢? 如果各位網友和我一樣 一張西瓜卡都沒有 又覺得買票很麻煩 那麼我相信以下的這件事 就是它唯一的一個優點 就是在你入閘的時間 你可以用信用卡去付錢 就算連Apple Play都可以用到 話須如此 基本上每一個集 它最多只有一兩部這些機 可以給你用信用卡去付錢 雖然就不算說什麼神奇的科技 但是覆光的其他交通工具 例如巴士或船 你都是只可以買票或者付現金 如果你想用Apple Play付錢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可能 話都沒有那麼快 我們就到了博多站 話畢是博多站都是一個大站 感覺就像香港的金鐘站一樣 很多條不同的鐵路線 你都可以在這裡到達 而我們今次在福岡入住的酒店 就在博多站走大約10分鐘就到 可能各位網友會覺得 要走10分鐘都很遠 但是它去博多運河城 只需要大約步行3分鐘就到 那麼我們今天的行程 除了會去博多運河城之外 還會去Lalaport 說到這裡 我相信各位男網友都應該知道 為什麼我會一次過去這兩個地方 沒錯 就是這兩個地方都有Gundam Base 如果各位網友不想走的話 就可以搭市區的地鐵 由博多站坐到截田神社前站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站 由地鐵站走上去酒店 大概都是2分鐘左右的路程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間酒店呢? 第一當然就是近博多運河城 限過去都是幾分鐘的路程 除此之外 其實酒店裡有很多東西 都是以自助形式去拿的 就好像牙刷和毛巾一樣 有需要用的話 你就可以去Fundex那裡拿 而且它也不會限你拿多少 不過老實說 質素就真的一般 就以牙刷為例 如果你牙肉不算太健康 拆大力一點 我想你都在流牙血 所以毛巾牙刷這些 都是用私火的東西會好些 快點就到我們入住的那間房 一開門你就會看到一部洗衣乾衣機 最棒的是 它每一天都會給你一包洗衣液 除了一個洗衣乾衣機 我覺得比較棒之外 其餘的都不算太大特別 洗手盆、雪櫃、微波爐都有 而且它還有一張小小的桌子 可以讓你坐在這裡吃東西 除此之外 其實這間酒店都會包你浸溫泉 所以它都會包兩套肉袍給你 如果你真的想去浸肉 你需要坐升降機 而不是在房間浸 而房間裡面的廁所 我就覺得小了一點 不過整體上來說都算不錯 做完一個簡單的Room Tour 當然就要把握時間去第二個行程 而最近酒店的景點 當然就是博多運河城 究竟它有什麼獨特之處呢? 它除了有Disney Store、Gundam Base之外 還有無印良品、重本清 如果嫌這些太普通的話 它還可以讓你扭蛋和夾娃娃 最後它還有一間有三層的運動店 還有晚上它還有表演可以讓你看 絕對是可以讓你大人、小孩都行足一天的商場 還有它在這個商場 你買東西退稅是直接退回現金給你 夠方便 除了我剛才說過的商場值得去之外 其實它還有很多小小的商場可以讓你走 因為我們這次的行程比較趕的關係 有很多商場我們都沒有進去走 而第一間讓我們停下來的商場就是它 全家商場獨孤一尾 正是賣豆豆攬枕、豆豆公仔造型燈 以及旅行用的頸枕 但它所有東西都相對比較疑 所以我們看完就過了旁邊走 沒錯,它的旁邊就是迪士尼店 其實迪士尼店也有很多 但一個商場又有迪士尼店 又有迪士尼店 我相信只有這裡有 而且它有很多貨品都在做特價 而它做特價的貨品基本上 每一間店舖都有少少不同 而在這間店舖 有些期間限定的貨物 我在其他店舖都看不到 而且最棒的是 就是你買完多少東西都好 走回酒店都只需要三分鐘 如果各位網友離開這裡 這間店舖你就不可以不去 它整間店舖總共留高三層 全部都是賣運動用品 而且裡面的貨品價錢都不會太貴 而且它最棒的是 將梅一樣的運動分門別淚 就算你只想進來看看有什麼便宜 你都很容易會找到有七折或半價的貨品 而比較受歡迎的運動 好像籃球一樣 這對KD16 算港幣都是六百多七百元 而喜歡儲 NBA 球衣的你 來到這裡就特別開心了 因為你在這裡都很容易會找到 有一些懷舊的復刻球衣賣 不過我覺得價錢就貴了少少少 來到日本買運動產品 有一隻牌子 當然你就不會錯過 沒錯,我在說的是ASUS 它不僅價錢一定比香港便宜 最棒的是它還有很多顏色可以讓你選擇 選完顏色,再選擇尺寸 你就可以坐在這裡慢慢試到夠 買完東西還可以退稅,真的很方便 來到福岡,為什麼我都會想說說無印良品呢? 因為它這間無印良品超級大 除了有平時在香港買慣買熟的食物 服飾、家具和生活雜貨之外 它裏面還有一間咖啡可以讓你坐在這裡慢慢享受 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日圓夠便宜 所以在這裡買東西一定比香港便宜 如果你去到這裡,再遇到它減價 那些東西便宜上加便宜 這件藍莊的長袖衣服 減價都是990日圓 圍起港幣都是50元 除此之外,它還有很多下季限定的食物可以在這裡買 就像這盒檸檬餅一樣 都是賣250日圓 即是十多港幣就有交易了 是不是真的值得買呢? 所以在日本選酒店 除了要看價錢之外 就是要看看近不近一個大型的購物 就算你買到瘋了 也好,走幾分鐘回酒店 放下東西之後再走幾分鐘 就可以去買購物 繼續買,繼續玩 如果這麼巧那個商場 又有這些夾娃娃機的店 進去玩幾次都很基本 如果這麼巧,你又可以拿到獎品回去 要你拿著整天逛街都很嚴重 而當日我也有玩到 不過就完全沒有東西可以拿走 所以就沒有拍到給各位看 不如拍多些不同的獎品給你們看 當然我自己最想中的就是它 事關它放了一隻相片 可以讓你摸上手 就算你跟我一樣 玩完都不中 起碼都碰過一下獎品 最後不可以不去的地方 當然就是Bandai Namco的Cross Store 它裡面除了有很多景品的公仔賣外 它還有一望無際的扭蛋機 可以讓你扭到足夠 有在香港扭開蛋的網友都知道 在香港扭一個400日圓的蛋要40港幣 我去到這裡,20港幣就搞定了 所以你進來這個扭蛋區 基本上你聽到人說的東西都是講廣東話 事關我要在香港扭到一樣同等價錢的東西 就要貴一倍 所以在這裡,很多人都不斷扭 在這裡扭蛋,主要是用100日圓和500日圓去扭 不夠散紙都不要緊 這裡也有一部散紙機可以給你搶錢 夠了方便 而Gundam Base我只是走了一會 就沒有再走了 事關我最想買的,它竟然賣光了 所以就沒辦法了,立即轉場去另一處 看看有沒有 今快就來到另一間Gundam Base 它就是在La La Port 如果不是有這隻V Gundam 我相信我都應該不會來這個商場 因為它完全不接近地鐵站 當然你可以乘巴士來 但在這個商場附近 基本上都沒有東西好走 那我來的第一個目的 當然就是有一間Gundam Base 而另外的一個理由 就是可以讓你看到一隻1比1這麼大的V Gundam 除此之外,我就想不到有什麼其他的賣點 就像退稅一樣 我在這裡賣了兩盒模型 我落到退稅的時候 它要我下載了一個App 再在App搞餐夢 然後才退錢到你的Credit Card 同樣都是Gundam Base 運河城就好很多了 兩個Gundam Base 賣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就算盒子寫著是Limited Edition 運河城的那一間都可以賣 但是有一樣東西就是兩間店舖都沒有 就是超合金的Sasabi 兩間都賣光了 而它兩間都有一塊很大的地方 可以讓你買完模型 立即坐在這裡慢慢玩 雖然買不到你回香港 唯有見過實物就當買了 最後我都買了兩盒限定版的模型 一盒就是透明的V Gundam 而另外那個就是透明版的Sasabi 不過如果各位網友想買些模型回香港 都有一樣東西要留意 就是你行李箱的位置 究竟擺不上那盒模型 今集就說了福岡究竟有些什麼好買 下一集我們就會說福岡究竟有些什麼好吃 記得留意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和讚 再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有新影片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如果想支持我們 繼續拍更多這類型的影片 可以按旁邊的Superfans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謝謝 nous